经常会听到别人说,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命运,生死富贵都有天决定着。 简单的一句话就展现出人生的重要哲理,以一颗平常先去对待生活,富贵名利这种事不要刻意去寻求,虽不说这句话到底对不对,但是在多数人看来,用来形容娱乐圈的,真是再也合适不过了。 看看现在的娱乐圈,我猜大多数人都只看到明星因人们表面的光鲜一面,可你们并不知道和理解那些在认真拼搏之后,却还是平平淡淡的过着艰难的生活。 这样的事情在娱乐圈里一点都不少见,曾经的灰天字就是这样一个例子,在经历了人生的跌跌撞撞后,最终悲痛的离开了人世界。 那么小编今天要介绍的主角也有着似乎一样的经历,只不过相对于慧千次来说,她的离开更让人觉得感慨,她就是演员温海涛。 之所以要介绍温海涛与之相似的悲惨经历,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人之间有着太多相同的地方。 首先都是演员出身,慧千次和妹妹慧英红一起在影视圈闯荡,而且还有着令人满意的成就,而温海涛与哥哥温海波一样是内地影视圈的一同打拼的兄弟。 另外,这两个人在荧幕中带给观众的形象,大多数是郑毅阳刚威猛的硬汉,慧千次为一代打星。 而温海涛因为在黑洞中饰演贺清明这一角色,而受到观众欢迎。 不过在这些相似之处外,也有着让人感慨的不同之处。 慧千次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名的,成名之后或者自己想要的生活,毫不自在。 但是温海涛却在成名之后的,仅仅第三个年头就离开人世了,这不管是对粉丝还是自己家人都是一种沉痛的打击啊。 关于他,我猜应该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了吧,但是哥哥温海波一定有很多人认识,都不陌生,这人曾掩护怀住哥哥里的福伦。 从一个父母家庭却有着不同的命运,相对于哥哥,温海涛的遭遇,总会让人感到惋惜。 他许一,957年在北京一家普通户口出生的,年纪很小的时候,就随父母亲去到张家口。 因为受到父母影响,两个孩子从小就喜欢表演,长大后更是没让父母失望。 一同考进了艺术学院,温海涛进修在学校是中央戏剧,进入中戏以前,他还在地方话剧团里有过一段演员经历,虽然说每天都做一些有苦有累的活,但是,这却磨练到了他的演技和能力。 可能就是因为话剧团的经历,大学时期的温海涛,在班级里一直受到老师关系体爱。 可就是功成名就之后等来的,却是一份爱症病例,在和病魔抗争两年后,遗憾离开了观众,这位硬汉的人生从此被终结。 一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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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